被告蔡湘奇在馬鞍山經營秀醫診所 她因為不滿同居女友在社交網站Facebook 尚再多將與其他男生拍的合照 情緒失控 上年8月13至14日 在診所關門後 將女友禁錮在診所內8小時 期間曾用手捏著女友的頸部 令她難以呼吸 又意圖向女友注射人道毀滅動物的藥物 辯方律師求情時說 被告沒有暴力傾向 這次是個別的事件 法庭最後考慮到被告的背景 和對業界的貢獻 將她判監24個月 香港寬頻尼斯記者郭榮詩報導